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唯一次律者 论到无关紧要 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 我们考虑分辨的原则 若是做这些事情会绊倒别人 我们就不应该做 但我们的良心是自由的 保罗论到记过偶像的实物如此说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记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若一信徒先前受过了警告 却仍然吃了 这是他的罪 然而根据神的吩咐 他必须为弟兄的缘故 禁止自己不吃 他仍然保存着自由的良心 因为他心甘情愿地不吃 可见这法则 只是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良心仍是自由的 人的法规对于良心有何意义 若是属人的法规被制定颁布 是为了约束我们 并宣称这些法规本身 有权力捆绑我们 则我们说 这是不合法地加在人的良心上 因为我们的良心不关乎人 反而唯独关乎神 这就是区分地上法庭和良心裁判的 总原则之目的 当全世界被笼罩在最黑暗的无知里 人心中仍有着小火花般的亮光 即众人皆知 他的良心比全人类所有的判断更高 虽然人们都承认此事实 后来却丢弃了良心 然而即使在那时 神仍然定义基督徒的自由良心 显示出来 好见证良心在人们的暴政专制之外 关于我们必须顺服在上有权柄的 不但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这并非教导良心在统治者的权柄之下 所以良心不是在教会法规的权柄之下 我们在此必须首先区分总法则 与个别细则 虽然人的良心 不在各种个别法律条规之下 然而我们仍在神总原则的诫命所掌管 吩咐我们当顺服在官员的权柄之下 保罗的教导就是此点 政府官员 既因是神所设定的 我们应当尊荣他们 同时保罗并没有说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挟制人内在的心灵 因为保罗到处教导我们 对神的敬拜以及过敬前生活的属灵准则 是在人任何的规条之上 总之根据上面的教导 人的法律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教会所制定的 虽然我们必须遵守这些法律 我说的是合乎圣经的良好与正义法律 然而这些法律本身并不能约束人的良心 因为遵守法律各项规条的义务 是由其总目的来决定 却不是来自各规条本身所吩咐的 然而天主教那些吩咐信徒 以新奇方式敬拜神 甚至在良心自由上的事 强迫人必须听从他们 这完全不合上述所说的圣经真理 教会无权柄以独立于圣经之外的教会法规 来约束捆绑人的良心 现今教皇党徒以教会法规为名 要求信徒按照他们的新奇发明来敬拜神 他们这些规条是无可胜数的 这就证明他们捕抓人和勾引人的陷阱之多 教皇与主教们自称为拥有随己意立法的专制权柄 颁布法规压制信徒的良心 他们说任何违背他们吩咐的人 犯了双重不顺服的罪 因他既违背神又违背教会 其实他们没有权柄吩咐教会 遵守在神的话语之外所颁布的法规 主的使者都没有这权柄 并且主在圣经中多次说到 教墓没有这样的权柄 因此这一切任意妄为 是窃夺神国度主权 主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完备充足的 包括了一切关乎敬前生活的事 以至于人完全无需加添任何事物 主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要我们信靠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与领导 我们一切的行为都要符合他旨意的准则 第二主要我们明白 他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顺服 因这缘故雅各说 人若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雅各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圣经告诉我们唯独神自己才拥有这特权 即以他话语的权柄和律法统治我们 以赛亚教导我们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 生死的权柄都在乎主 主不允许任何人抢夺这权柄 因此我们都应当承认 神是我们灵魂的独一主宰 并且唯有神自己才能拯救 以及毁灭人的灵魂 就如以赛亚所宣告的 主是我们的统治者审判官 给我们设律法的 以及我们的救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